巧田算福 孩子们在我们平常学习的计算里边啊 数字里边呢有数有什么呀 也有运算符号对吧 那咱们今天呢要说的就是填这些运算符号的问题 怎么样把运算符号填在适当的位置 让它发挥神奇的作用呢 首先呢先让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种出场的运算符号 它就是我们的括号 究竟括号有什么用呢 现在咱们一块来看一下这一道题 让我们在下面式子的适当的地方呢 给填上括号使得等式成立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了那么一块来看一下这几个题吧 首先呢让我们来想一想啊 这几个题目里边它首先肯定等式不成立 对吧你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 就比如说第一个题 36点12在点10按照咱们的运算顺序呢 36减12等于24 24减10这个等于的是14 明显的答案要大了对不对 那怎么办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括号能够改变这个算式让它成立呢 那么这个就不得不从括号的用法说起了 还想一想啊 咱们的括号在式子里边出现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个优先权是不是 就是有一个让它先计算我这里的式子的优先权对吧 这个是括号特殊的作用 也就是因为这一个作用 我们把括号呢填在不同的位置 能够让它发挥不同的作用啊 那么就是比如这一道题 来看一下这一道题 这一道题呢明显答案要大了 是吧 那么我们要在式子里面填上括号的话 要让它的这一个差变大 那怎么办呢 要不然我就把倍减数变大 或者呢把减数变小 是吧 那么这里吧倍减数变大好变吗 不好变 那我括号括哪它都不会变大 是不是 那么怎么办 只能把减数变小了 怎么样利用括号把减数变小呢 你看在这里的减数 应该是减十啊又减十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把它变小呢 括号括在哪里能够把减数变小 括在十啊和十的身上 来看一看 当括号这样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会儿我先计算的 就应该是十二减十的差 那么十二减十的差 就会变成了二 于是呢 现在减数是不是就变小了 变成了三十六减二 是不是正好等于三十四 这道题就很轻松的被我们解决了 你说对吗 好了 那么这个呢 也就提示了我们在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 首先大概的计算一下左右两边的得数 那么现在呢 再怎么办 想办法用括号 利用括号 把左右两边的得数是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二个题 三乘五 七乘五再减三 答案是几啊 答案是十四 那么这一道题咱们的括号要填在哪里能够让它的十字成立呢 首先也让我们来算一下左边算式的答案 七乘五 我想的惩罚口诀是五七 五七三十五 三十五减三 答案是三十二 对不对 明显的比右边的得数 得十四的这个得数要大 那你会怎么办啊 那你就得想想了 七乘上五再减三 要不然呢 我把它减的这个数变大 要不然我就让这个两个的成绩变小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把它减的数变大 这里边看起来不可能 怎么样能够把它的成绩变小呢 怎么样 细心的同学你会很快的发现这么一件事 这边有七 这边是十四 而七和十四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什么 二七十四 对吧 那么相信这两天的宝贝们已经会找到这个括号了 这个括号应该填在哪里啊 这个括号呢 应该扩在的是五和三的身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呀 就不是说先计算乘图再计算加减了 而是什么 先计算括号里的得数 括号里是五减三 五减三答案是二 那么此时呢 七乘上二就是十四了 二七十四是不是左右两边正好相等 这道题咱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了 那么前两道题呢咱们都做完了 第三道题 现在请的宝贝们 你们先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动手来做一做 好吗 好了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吧 第三题呢 是二十减去五除以五的伤再加上八 等于的是十一 让咱们呢 首先来计算一下左边算式的答案 哦 这里呢 有减法 有加法 还有除法 当然应该先计算的是除法 除法呢 首先计算五除以五 五除以五 它的伤是一 那这个时候式子就变成了二十减一再加八 二十减一 十九加八 二十七 明显的比右边的答案要大 是吧 要大了的话呢 怎么办 要把 要利用括号把左边算式变小才行 怎么样变小呢 想想 怎么样变小呀 要不然呢 我就把这后秒 你看二十减嘛 减的这一部分把它变大一些 是不是 或者呢是怎么样啊 把这个 这个你看就有加八 把前面是不是变得小一些 对不对 哎 要不然我就把什么加八变小一些 或者把二十减的是什么 把这个减数是不是变大一些 我是不是这样思考的 那么具体会怎么想呢 具体从数字上面来看啊 首先你看的是 我们走第一种方法好了 第一种方法我们想的是二十来减什么 对吧 二十减什么呢 二十减什么 二十减十一 二十减九 是不是正好等于的是十一 对吧 那么九怎么来呢 在这里吧 怎么来这个九呢 这是你要考虑的第一种方法 对吧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 你想好了啊 看看怎么打这个括号 第二种方法 你就会考虑的是八 八加什么等于十一 八加三等于十一 前面怎么样凑出三呢 又有除一五 什么样等于三呢 好了宝贝们 你们想一想 怎么样 有答案了吗 这道题啊 其实不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加出来等于十一的情况 先来凑三 首先如果我先算的是二十减五的差 那么此时是不是就变成十五了 十五除一五 是不是正好是三 三加八十一 这个题就做出来了吧 或者考虑的是二十减九等于十一的话 那么九后来呢有八 那么再凑一个一就可以了 正好五除一五等于一 那么所以括号如果打在后面这一部分 一样可以达到我们把左右两边是不是变成相等的这一个目的啊 对吧 好了宝贝们 你们发现了吧 我的括号在不同的地方 它所带来的结果呢 是不相同的 那么这个也就提示我们啊 在算式里边数字自然不用说 它非常重要 咱们的符号呢 也是相当重要的 括号呀 就像咱们符号里边的魔术师能够改变运算顺序 同时呢 它是不是也能够变简为加或者变成为除 对吧 因为括号前面是简号 或者括号前面是除号的时候 去掉括号或者加上括号呢 括号里边的符号是要改变的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括号叫做我们符号里的魔术师 你一定要记住 它有非常神奇的用法 好了 见完了咱们括号的威力之后 下面我们会看到 什么样的运算符号呢 赶紧跟我一块来看一下 下面的问题吧